大家好,林蔡律师,新闻林律师事务所 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根据客户的亲身经历 讨论最近的杰出人才绿卡和移民签证 今天呢,平常都是我自己一个人 今天呢,我和客户以及我的朋友在一起 左边呢,是我们的客户这个杰出人才 Gin,他最近呢,刚用移民签证入境美国 此前呢,有杰出人才的P卡EBYA取得批准 右边呢,是介绍Gin给我的朋友 我的邻居专业人士专家,叫李宇童女士 她是原来呢,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工作的专业人士manager 然后呢,后来呢,出来自己做财务理财这方面的服务 这个视频呢,主要的目的呢 也就是说给大家提供一个亲身经历这方面 坦率的说呢,我们有很多客户来自中国 这个中国的教授,医生,工程师,设计师 商业人士,演员,艺术类人士,体育类人士很多 但是呢,坦率的说,大家知道呢,因为各种原因 有的人在中国呢,他办了绿卡呢 他可能因为在体制内工作,对吧 他不太方便说,这个让人知道,他办理绿卡 所以呢,很多时候吧,这个客户呢 跟我讲到,不太方便 提供这些方面的testimony也不好啊 这个信息也好啊 我们这位客户呢,Gin呢,他是在一家国际公司工作 不是在政府或者体制内 所以相比之下呢,就是这方面可能更灵活一些 那么我们这个视频呢,也是根据大家最近一些 这个经常提到的问题,或者说关心的问题 给大家讲到 首先一点,比如说中国申请美国绿卡 是可行的,不是问题 这一点说起来很直白,很明显,显而易见 但是有的人可能就觉得 呀,我人在中国,我没到美国 我能办绿卡吗 实际上是可以的,对吧 从中国提交申请就可以 是这样的,是吧 那你的经历是怎样的呢 你觉得,就是说我们从中国 现在通讯也很方便 直接通过email啊 等种方式联系就可以 那你办的是杰出人才的类别 那像这样呢 这个我们讲到嘛 就是说有叫这个无备之才 有备之才 无备之才呢,是人才的才词 就是说呢,那你通过杰出人才类别呢 不需要花很多的钱财 只要根据个人的资质 这样呢,就能够取得这样的这个批准 那很巧呢,我和晋还有李宇彤呢 我们都是来自北京的 都是北京人 我们客户也有很多其他的客户 是来自北京的 另一点呢,那除了这个 就是说从中国申请 距离不是问题 那年龄也不是问题 这个女士的年龄 我们不能够具体讨论 但是呢,可以说到呢 就是说现在大学毕业了 大学已经毕业了 那么原来在办绿卡的时候 当时是怎样的 他刚刚要准备上大学 所以就 对,对,实际把握得很好 那么当时呢,因为这个EB1A嘛 过去呢,有很短的排期 现在已经没有排期了 所以呢,在批准的时候 还才不到21岁 所以像这样呢,很重要 21岁是一个节点 对吧,孩子还不到21岁呢 那么就可以和父母一起 拿到美国绿卡的资格 从这方面 所以呢,好多人办绿卡 也是为了孩子嘛 对吧,那如果你现在孩子 在上中学或者在上大学 这个呢,原则上也是来得及的 另一方面呢 你看,孩子已经比较大了 但是呢,我不是说 正在上学或者刚毕业 这也可以办绿卡 年龄也不是问题 对吧,距离不是问题 那么从中国来办绿呢 本身也不是问题 对吧,就是说这个 从中国来美国 现在说,大家知道呢 有各种防控措施啊 旅行有各种限制 对吧,不方便 那么你还是最近顺利入境美国的 对,是我 对,那么拿的是移民签证 对,拿到移民签证 所以呢,那么移民签证 是前一段在广灵馆取得的 对对,12月份 12月份,几个月前 是吧,那我们看到呢 就是说,虽然嘛 疫情时起时伏变化 但是呢,继续完成各种手续 拿到移民签证 以及用移民签证入境美国 还是可以做到的 没有问题 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在美国攻略网站 也有我们的一些客户 分享他们的经历 入境美国领取绿卡 这样的过程 那你在中国办好移民签证以后呢 一般来说 入境美国一个月内 就能够拿到绿卡 拿到社安号码 然后呢,就可以在美国生活 那么接下来说到下一个话题 绿卡呢,是手段 不是目的 对吧 那么你拿到绿卡以后呢 那我们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对吧 事业发展 个人能够过更好的生活 那么从这一点呢 你从中国到美国 那么现在想到 是吧 尤其在现在的这个时代 通过膨胀啊 以及别的 那么我怎么投资 怎么理财 这方面呢 我的邻居 我的朋友 李宇童 是这方面的专家 那么请她呢 自我介绍两句 好的 谢谢那个蔡律师 首先呢 我先祝贺一下 我的好朋友 Jean 这个在蔡律师的帮助下 顺利的拿到了绿卡 所以呢 非常的祝贺她 然后呢 这个蔡律师 对 是我的多年的邻居和好朋友 我呢 也是看到她 做得非常的成功 在这一带就是真的是大名鼎鼎 所以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哈 或者是这个朋友 有这方面的需求 一定要来找这个蔡律师 非常棒 非常的认真负责 那好 那我呢 就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在这个国际货币 货币基金组织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工作呢 是从事宏观经济和数据 这方面的分析的研究 将近呢 是30年 后来呢 也是做了manager 所以呢 这个各方面的领域呢 都接触过 我呢 是这个前年 是退休了 提前退休 但是呢 退休是退而不休 所以我现在呢 就开始从事这个 personal finance 家庭财务管理 财务计划 这一方面的服务 因为我觉得很多中产阶级的这个家庭 都需要这方面的帮助吧 这方面的知识呢 实际上很多人并不是那么能够有机会把系统的了解 所以呢 如果在这方面大家有需求 要么是学习 要么是服务 都可以呢 欢迎大家来跟我咱们一起来学习 一起来交流 从这个投资啊 怎么能够控制风险投资 对吧 然后从这个交税这方面 怎么能够合理合法的这个避税 将来这个资产的传承 然后有小小孩呢 家庭这个就是教育基金这方面 为孩子的准备 还有呢 就是什么长期护理啊 然后家庭的保护啊 各个方面吧 我们呢 都可以一起来进行这个讨论 这样呢 我们就是说辛辛苦苦的打下江山 也希望我们能够安安稳稳 牢牢顾顾的呢 保护我们的江山 所以在美国呢 有这个安稳的生活 能够实现的这个American dream 同时呢 我们也能够实现这个financial freedom 好 我就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 好 谢谢 谢谢李玉彤介绍啊 好 对 像刚才提到嘛 很巧 我们都是来自北京的 我和李玉彤呢 我们是邻居已经有十几年了 后来他介绍的朋友 进入我 为他取得了 杰出人才的 I140的批准 然后过后呢 从中国 办理移民签证 取得了移民签证以后呢 就移民签证顺利的入境美国 孩子呢 在美国大学上学 最近也刚从美国大学名校毕业 李玉彤呢 有两个孩子 也都在美国名校大学上学 看从他穿的服装 就可以看出来 具体的呢 自己仔细看一下 就可以看到 然后有更多的 关于比如说留学 这方面的信息 当然也可以和我们 或者和他们讨论 都可以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呢 就讲到这里 有更多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